這天我們騎了一個大早來到京都 穿越了鴨川 來到最近很紅的鋼琦神社 這幾天京都下著大雪 如果有一天你也能來到雪茲京都 你最想要去哪一個神社呢? 辛苦的走上清水寺 帶大巴士到京閣市 就是為了不想要錯過任何美麗的景色 這次旅行的最後我們來到以水神 結緣之神之稱的貴船神社 也是讓我一定要到訪的 京都雪世界之一的神社 一生必去的貴船神社 那我們現在要來到鋼琦神社 它是坐公車坐到鋼琦神社前站 那鋼琦神社呢 它裡面擺放了很多隻那種小小的兔子 今年又是兔年 所以打算帶大家來看看 一定非常的可愛 裡面已經聚集了很多人了 進來吧 看從外面的這個燈就是小兔子 你看這個是兔頭好可愛喔 像這樣從這裡進來 超多人的 這個神社最近很紅 好可愛喔 我就是想來買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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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愛的 小兔子 我就是想來買這個 我就是想來買這個 好不搭子 好不搭子 Shiyaさん Pang 謝謝 謝謝 好可愛喔 看 我買到他了 他一隻是500日元 然後他屁股這裡 也是可以抽籤 看你今年是好運還是壞運的 看你今年是好運還是壞運的 然後他這裡 有 更可愛的 這裡住民的雪兔 現在要來拆我這隻兔子 他一隻的話是日幣 500日元 來拆拆看我今年的運勢 到底有沒有回轉呢 那這裡後面還寫一個 冬天王 然後 牽的話是從屁股這裡打開 再看看 再看到 噌噌騙噌噌爌噌 這裡的兔子真的超可愛 剛剛還有看到雪兔 看到了 它寫莫極 看我今年的韻子 好啦 又一個極不俗 來到這邊也可以來這裡做禪拜喔 它這裡是祈福能讓你得到好的緣分 現在在我後面 這個就是鋼琪神社 這裡限定的繪麻 整片就是都是兔子的繪麻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這個兔子 好可愛喔 這不知道是故意做的這樣子兩個流水 然後這裡大家就可以寫你們自己的願望啊 那在我後面這裡就是大家買御守的地方 除了剛剛那個兩隻的小兔子 這裡還賣了很多兔子的御守 大家可以過來這裡看看喔 那我們剛剛購完鋼琪神社了 我覺得自己大概可以留個一個小時左右 因為它神社沒有說很大 但是我覺得它今年是兔年 然後裡面有很多隻小白兔 還有跟雪融合在一起 就非常的值得來 大家可以來這裡看看囉 買一隻屬於自己的小雪兔吧 那我們現在去下一個地方囉 走 我們現在在貴船口這邊 那我們要去貴船神社 所以通過這個橋 然後再通過一個山洞 等一下再去搭車 我們等一下就在後面這裡搭公車上去 搭上公車看到窗外的美景 就像是走到童話故事裡 那我們下來了 接下來再往上面走 就到了貴船神社 那我們現在走這條路 要走五分鐘 就可以到貴船神社了 一路上都非常的漂亮 一路上邊走邊欣賞著夢幻的雪景 在眼前突然看見一條紅色的橋 原本想要走進去看一看 可惜那天阿瑪士西門門是關著的 後來我們走回原來的路途 發現一下日式文創店 決定進去逛一逛 感覺是賣一些東西 進來囉 哇 那是走公路 哇好可愛 這個很香耶 嗯 然後它這裡有好多種的圖案 這個比較便宜 這個 這種的話是務必六百六 還有那些耳環 這樣子 好香喔 這可以四盆 櫃船的 就是可能 香氛的這一種 很香 很香 真的很舒服的味道 甜甜的 價格 一千九百八 這裡的話就是賣那個後機夾的茶包 八櫥的話是五百四 四入的話是三百二十四 這還有賣一些糖果 逛完日式文藝品店後 我們繼續朝著貴船神社走 左右兩側還能看到復古的旅舍和餐廳 這裡再走上來 旁邊有賣一些吃的 再走過來這裡就到了貴船神社了 哇 感覺好漂亮喔 現在他們下午 晚上他們都有點一點的燈 貴船神社就是要下雪的時候來 我們現在人已經在貴船神社了 哪裡有介紹說貴船神社周邊有哪些好吃或是住宿的 像這個Hotel南山 或是這個燒肉 還有這個 無動 大家也可以來這裡吃喔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這裡還在下雪 那因為它地板都是滑滑的 所以如果來爬這裡的話 盡量要抓著這個欄杆 才不會滑倒喔 我們吉拉貴穿深色了 這裡就是對團神社的真夜幕 大家一定想要來的地方 現在來這裡 然後我們去上面參拜 然後我們去上面參拜 這裡有水的山土 你就自己拿200塊 然後投到這裡之後 從這裡自己抽一張 來看看你今年的運勢 這一張 那拿去沾水 就可以看到今年的運勢 來看看 我的 我要來看看我的運好不好了 直接把它放下來就可以了 噢 來個終極了 來個終極 這一次拿到終極了 學問是 安心十多不用教學喔 他叫我好好學習 好想要求教學 我先找到 說什麼 再讓我? 這什麼東西? 哈哈 生產亞絲系 表情重 非常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再下去看一看 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马都被雪淹没了 贵蝉神社这里的枫叶 他们这里的贵马的枫叶边还是蓝色 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你看雪人 这里有雪人当雪人 逛完贵蝉神社后 我们一路走到后面的结社 在参拜完结社后我们决定回城 这一次的旅程我们一共走访了雪之清水寺金格寺 如果想要观看影片的朋友 可以点上右上角的地方 欢迎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个金珠雪景 如果有喜欢这系列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孟子 我们下次见